口罩面罩戴好戴满 医护人员隔着隔板细心替民众快筛 这里是新北板桥23日最新启用的机动快筛站 却被整形科医师朱志凯爆料 快筛站医护防护装备不足 医师在脸书po文 不可置信他们只穿着简单的抛弃式雨衣 而不是完整保护的隔离衣 他也提到筛检站设在户外没有空调 如果穿上全套的隔离衣会导致热衰竭或是中暑 加上电风扇可能让工作人员暴露在飞沫里 消息一出网路上骂翻天 纷纷要新北市政府给个招待 不过新北卫生局也赶紧澄清 强调医护人员所穿的是防泼水医疗防护衣 绝对不是抛弃式雨衣更配备高标准的隔板 所有的配备完全照我们的医疗体系的配备来执行 这当中也谢谢很多人给我们一些建议 我都会悉心接受 如何让医护同仁在第一线执行 能够更发挥更充分的能量 以及更舒适的一个空间 原来是乌龙爆料民意也赶紧道歉 误把隔离衣看成雨衣是他的不专业 提醒只是希望能够更好 从来不是为了批评任何人 希望大家同岛一命齐心对抗疫情 而侯友宜上午再度视察三重热区防疫中心 不忘向中央喊话尽快把疫苗配发 才能让前线医护有最好的保护 让我们在第一线执行防疫的 有风险的这些辛苦的公务人员 能够早一点施打疫苗 让他们的保护力能够更强 所以目前看起来我们的疫苗41万剂 光用给医务同仁就不够 拜托我们国家赶快把疫苗买到 除了全力围堵疫情 抓出确诊的漏网之余 中央地方也要联手维持医疗量能 打赢这场抗疫持久战 欢迎新闻林静廷 另外于新北报导